看了你们上一期的婚姻法科普视频 我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男方买房女方装修 孩子随父姓不公平 假如倒过来 女方买房男方装修 孩子随母姓 我就觉得没问题啊 那孩子 可以男方生吗 左手的你啊 右手的你啊 为什么不多一点舞蹈动作 你这样还妄想出道 我只喜欢唱歌 我可以在Vocal组 天真 给我去Dance组 你凭什么来管我 你这是什么态度 没想到 你妈就是这样教育你的 你有什么资格怪我妈 我们母女风餐露宿的时候 你正拿着我妈的钱 和雪姨风流快活 什么你妈的钱 你妈只是个家庭妇女 那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会后工资奖金 生产经营收益 投资理财所得 公积金 养老金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人则剩一人一半 你聋了吗 水开了都不知道去倒一下 那是我在练海豚音 跟不懂艺术的人 没法生活 离婚吧 房子分我一半 我爸妈出钱买的房子 凭什么分给你 房产证上写了咱俩的名字 就是对咱们的赠予 这房子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去年卖别墅的收入 也得分我 你做梦呢 那是我的婚前财产 你婚前就付了个首付 婚后支付的部分 和增值部分 就由我一半 算了 凑合着过吧 我去把开水倒了 房钱我已经给你付过了 东西 我也已经给你搬过去了 谢谢你了 不光有这些 这个也是送给你了 你穿我的衣服 睡我的男人 现在还住我的豪宅 什么你的豪宅 这里是爱丽小屋 这是世贤花钱买的 那也是世贤的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真是个发毛 这是我们夫妻 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现在我就要把房子输回 你给我立刻马上滚 你连睡觉都不摘假发 害我结婚这么多年 才知道你是个秃子 假发很自然吧 要连接吗 我要撤销婚姻 撤销 肯撤销自己 那叫离婚 配偶隐瞒重大疾病 无论结婚多久 都可以申请撤销婚姻 跟离婚不一样 哪不一样啊 撤销婚姻我就无婚时 没有婚爱情 顶多算劈腿 等等 我假发是不是买错颜色 掌柜的我要举报 老白藏私房钱 天天保这张银行卡不松手 这是我的 我一个人的 那斯塔娘给他的婚钱 个人财产 弄无权过温 那这笔钱可以做投资 补贴家用啊 婚后投资手艺 数以共同财产 如果给他的个人财产 混在一起 以后就算不清了 也就是说 这张卡的钱 只能突破能金 常规的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傻瓜 你以为自由太有个人账户了 四肥 你已经成家了 朕给你准备了一笔钱 你可以拿去换新房子 谢谢皇阿玛借给我的钱 妇女之年说什么借 是朕送你的 不不不 是借的 是送的 是借的 是送的 是借的 这难道缺这么一点钱吗 皇阿玛 你有所不知 这钱必须是您借我的 妇妇要送我的话 除非您缺赠予我个人 不然 这钱就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 这都到新的一期了 皇后娘娘 您怎么还没离城啊 好事多么 对了 等离城了 我就给永基改姓 乌拉那拉 皇后 孩子改姓 需要父母双方都同意 呸 什么玩意儿 不过 当十二阿哥年满十八岁 他可以自己去改姓 倒也可以 我这就去跟他谈谈 皇后娘 爱心学了永基 和乌拉那拉永基都太长了 写起来手酸 儿臣想改一个短一点的名字 那你想叫什么 儿臣想叫王自贱 你已经为朕 你已经为朕生下了一位女儿 再努努力 明年再生个儿子 凑个好字 就完美了 你怎么不把自己掉在树上 凑个屌子呢 你说的什么话 不生儿子那就离婚 法律规定了 在运气 分娩后一年内 终止人生后六个月 这三个特殊时期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那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真去打游戏了 但是女方可以提 老娘跟你理定了 又有一个三十天周期到了 给老娘起来去明证局 我起来了 我装的 那好吧 你既然不想我离婚 那我只能丧傲了 你这个毒妇 王上 家 崩 我哭了 我装的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 婚前签了购房合同 婚后才拿到房产证 属于个人婚欠财产吗 按照购房款的付费时间 和出资人计算 一方父母过世后留下的房产 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还是其中一方独有 属于夫妻共有 遗嘱或遗赠表明只赠于一方的 才不属于共同财产 暂时这些问题 如果想到其他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还有 想看更多搞笑视频 神仙配音 记得关注怀秀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